刚才我们继续讲刚才的技巧 就是肯定和赞美 根据心理学家说 如果我们很少给身边重要的人 例如父母赞美 我们的尺寸就会低 所以我们要多点赞身边的人 举回刚才的太太的例子 我们可以跟她说 你将对子女教到品学兼优 看得出你就放了很多心机下去 我也很欣赏你的付出 和你为这家家做了很多事 我们要多点肯定她和赞美她 还有支持鼓励 支持鼓励就是帮她达成她的目标 例如刚才的例子 我们就鼓励她和她先生坦诚谈一下 可以跟她说 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的 我们去鼓励她支持她 让她帮她达成她的目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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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